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綠山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的創辦人張嚴隆阿龍 還有我們的工農創辦人威曉玲 你好 兩位來接受專訪 兩位好 你好 阿龍跟曉玲你們當初怎麼會想要自己出來創業 起心動力是什麼 起心動力 就想賺錢 是 怎麼會想要做這種木頭製品 本身就是專業還是說自己很喜歡 這是我爸爸以前的公司傳承下來 我在想辦法把他畫廊公道 這樣說 是 是 傳統行業自己出來做 然後自己把他畫廊公道 是 本身也有興趣 本身就想賺錢 想辦法 用一些有的沒有的產品出來 人家有喜歡就會下訂單 是 是 那你剛才你們出來創業的時候有沒有遇到困難跟挫折 困難跟挫折一定是有的 人沒有辦法 一百個人沒有 我敢說沒有 一百個人都說他 他 生出來就一百風速 對 不可能 也沒有 算是說很簡單很舒服 都沒有 一定有很多困難跟挫折 當然客人一定會 他明明喜歡他 也跟你說這個怎麼樣 那怎麼樣 這個又怎麼樣 有時候聽一聽 覺得他 雞蛋禮到困難 故意的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是 是 也是會遇到一些丫難的客人 會啦 其實也有遇到很好的客人 他也會給一些比較正面的建議 對啊 他也會提醒我們說 要注意的地方 他們也都是 有好的建議 我們客本來人就白白種 分不一樣 合得來的 覺得他們可以幫助到我們的 我們就多捷徑 如果說比較沒有辦法說 配合的很有默契的 那我們就是保持一點點距離 留下一些好印象 對啊這樣也不錯 那你們綠山 綠山國際企業當初的經營理念 跟核心價格是什麼 我們經營理念就是說 我們要把客人交代的東西 盡量完成到 他要的品質 對 他就是可以準時交貨 可以 可以 達到客人的要求 這個就是重點 然後做了幾年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想說 也有接觸到一些設計師 然後我們也覺得說 設計師的有些的設計 真的很不錯 我們也蠻喜歡跟設計師配合的 雖然是東西要從無到有 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來講 對我們自己本身 在工作上的歷練 經驗上 有不錯的加乘效果 會讓我們更進一步 對啊不會說永遠都是在代工方面 對啊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可以看好今天兩位有帶一些你們的 這個應該是你們所有產品的一小部分 但是我們說你們帶來 可以借這個機會讓大家認識一下 你們綠山國際企業 你們的產品特色或是你們的服務特色 可以先介紹哪一個 我們現在就是先來介紹我們的產品 就是說 我們現在時下最流行的就是手機 每人必備一隻 所以說我們設計的手機 有像這種有造型的 貓咪的有大隻小隻的 然後也有設計出這種 有多功能的 他就是可以當手機做 然後可以當杯墊 杯蓋 然後聽音樂的時候 他還有擴音的效果 對對對 所以說我還蠻推這組產品的 因為這個 對 他 就像我就覺得說 產品可以 一個產品可以有兩種使用上的功能 這樣子來講的話 對客戶來講 他會比較好 他花一樣的錢 他可以買到附加價值比較多 而且這樣東西他會喜歡 他會常使用到 他不至於說像有些產品 除了廣告的效益 他就其他都沒有什麼效益 所以說很快的就會在垃圾桶裡面找到他 我希望這個東西 可以有長久一點的時間可以留在客戶的身邊 他可以常常使用到他 有幫助他 即便他壞掉了 客人也會願意想再來買第二次 這樣產品 對 我是希望說我們的產品 都可以讓他們在生活上覺得說 讓他們生活更簡便 對 又有一些裝飾的效果 這樣子是最好的 就是你們比較喜歡你們的產品 是多功能性 就是我也可以當杯墊 我也可以當杯感 然後又看起來又可以放手機 還可以當裝飾品 對 沒錯 這是你們當初你們設計你們產品的想法 對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子產品的生命才會比較長 對啦 才不會很容易被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對 畢竟要設計一樣產品出來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說你如果說你的產品 你沒有把它設計的好一點 讓它延長的生命真的就是 比較可惜的地方 對 那除了手機做按那個是 這一個是那個 拉筋板 因為一般市面上的拉筋板 可能就是沒有這個按摩的地方 沒有這個滾輪 就算有滾輪 它也是另外一樣產品 所以你把它二合一 對 我希望產品在使用上讓人家比較輕便 因為你如果用一般外面的滾輪來講 你一定需要用你的手 去握著它才能滾動 但是我這樣產品 我可以把它夾在拉筋板上面 你就放在地上或是床上 你只要把腳跨上去 你就不需要動到你的手 你的腳不舒服 你就用你的腳就好了 這樣子會大家比較輕鬆 尤其是對一些行動比較不方便的人來講 這個是最好的 最好的 對 所以你們把它二合一 對 然後我也可以拉筋 我也可以按摩 這就是我說的 我不希望我的產品 只有一種功能 對 那這樣子如果客人他們有一些特製畫成 也可以找你們拉筋板 可以啊 經過討論以後 我們可以知道客人他心裡面想要的東西 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會先做第一次出胚打樣 對 或者是我們在圖稿上面 我們會經過多次的討論 因為我們是實際操作的人 我們會知道說 你畫的圖做出來 你是可行或是不可行 雖然有些人畫出來的東西是可行的 但是 我就跟他們建議說 你千萬不要這樣子做 因為你這樣子做的話 成本會很高 你東西很難賣出去 然後 你很難賣出去 你要大量的下訂單就有難度了 所以說 我很希望你能賣得很好 我就有大張一點的訂單可以做 所以說 大家一定要互相的溝通 才能夠創造我們 創造我們這一樣產品的生命跟價值 所以你們又跟客人溝通 怎麼樣都要怎麼做 對 是最省錢 然後功能又一樣 然後又可以賣一個 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價格 對 這個都很重要 第三點最重要 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價格 那叫 叫好不叫做 對 就叫好不叫做 東西很好很漂亮 可是我不太想買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錢 他就不會想買 對 畢竟我們大家 不是張忠謀 也不是郭台銘 對 那 阿龍跟小玲 那你們綠三國際企業 有沒有未來的一個規劃 比如說短期的近期的這半年了 還是未來比較中長期的規劃 我們現在的規劃可能就是比較傾向說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直接的購買客戶 不要經過中間商 你們以前是比如說塗B 就算是那些 你現在比較是圖心 我直接可以接到小朋友 我們也要在網路上擴展 我們自己的網路上販售 網路的聲量 對對對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以後最長期的話 就是可以接一些設計師他們的作品 然後我們自己也可以設計出一些 大家比較想要用到的東西 實用的 讓大家的生活更簡易更輕便 對 就是跟設計師合作 然後一方面你也可以設計你們自己 屬於你們自己的產品 對對對 然後最 我連我退休的生活都想好 真的喔 我希望我說以後可以做一些DIY教室 然後 就是教人家來做一些 教人家來做一些 學這些木工 因為畢竟現在人退休 剛開始你一定會到處去玩 玩久了你會不想玩 然後坐在家裡又很無聊 搞不好他有一些突發奇想 他想要做某些東西 可是他沒有工具 他也沒有材料 所以你才想說有這個DIY的構想 對 因為我希望的就是 以後的退休人員 不要只是坐在家裡看電視 這樣子退化會太快 我希望他們有第二存 而且第二存會讓他們 覺得自己是跟著時代在進步 而且頭腦也不會退化 很有創造性 然後東西坐回去家裡擺著 朋友來了看到 你又可以跟他講說 這樣東西是我自己做的 怎樣怎樣 一堆的經驗分享 讓大家很快樂 不是一直在討論連續劇 現在做到第幾集 他誰怎樣 我覺得那個對 我們大家的生活 跟快樂上面 真的是沒有太大的益處 對啊 最後想請阿龍跟曉雲 那如果說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很想要創業 如果說真的有人想創業的話 你們會給他誰樣的建議 耐心 一定要有夠 也要用心 對要用心 恨心 我現在想想都講不起來 總共有會有個心 耐心 耐心 信心 用心 還有愛心 你就會天天開心 不然你覺得一樣 你耐心度不夠 真的有時候 對 因為你沒有那個耐心 沒有堅持下去 就不太會成功 對 沒錯 就是要堅持要有耐心 因為創業都會遇到很多寸難挫折 如果你沒有那個耐心去解決 或是一下不想放棄 你很容易 很容易就 真的就放棄了 真的 對啦 因為要 重點就是一開始之前 你自己要想清楚 要多方面的跟這個行業裡面的人去溝通 去交流 對 去交流 然後你自己也要想清楚 問問自己內心 你真的有辦法持續下去嗎 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 堅持最重要 堅持其實是很重要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不要固執 對 堅持如果又固執的話 這樣子對一個經營者來講的話 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你可以堅持 但是你不能固執 但是也是要有一些創新 一些想法一些改變 對 你不斷的學習 你也不能說我就只停留在原地 是 要去請教一些 你覺得還不錯的 是 對啊 好 今天我們好想要請到 綠山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張英龍 阿龍還有我們的共同創辦人 溫小玲 小玲 兩位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 好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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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g